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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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我是德德 這次影片我要介紹 戰鬥系升階任務 雙王 打贏後可以進階師範之閣 是目前勇魂初心版本裡 最高的職業階級 在影片開始前 想要收到最新遊戲資訊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禮拜影片更新喔 雙王任務條件 需要職業階級 已經提升到王宮 還要有開啟者稱號 想要了解王宮 和開啟者任務資訊 可以點我上方資訊卡喔 建議等級60以上 還要具備學會 戰力習性的寵物 樓層總共有60樓 每10樓會有一個難關 會打一個BOSS 不過有可以跳過 不用打王的方法 每個樓層的王 有不同職業 技能要求條件 已經練到八級技能 就可以省略 跳過對應要求的難關 雖然可以省略打王來節省時間 但是聖兆1到4 跳過的王 不會給你聖兆卷軸 有卷軸就可以回程補血 或是拿水料 此外50樓的BOSS 就不會給予卷軸 所以40樓開始 就要一路衝上60樓 到達雙王樓層 需要和隊友討論一下 哪一層樓王要打或是跳過 隊伍中建議有傳教士 沒有的話也可以 藥水和料理記得攜帶多一點 另外可以多帶近戰武器來合集 建議有多的技能欄位 可以學習氣絕回復 打雙王時會用到 準備好就出發吧 任務流程前往阿巴尼斯村民家 與歷史學家雷波爾森交談 會告訴你 他是整理世界的歷史學家 以前的時代真是慘 慘到連安心睡覺都不能 真是令人感傷 他發現了很有趣的東西 請你去地下室看看 順便給你個點心拿給他女兒 對話完後就會拿到野草莓 在與站在樓梯口的米西安交談 交給他野草莓 就會來到明家地下 接著與連接時空的石牌對話 會問你接受邀請嗎 選試會看到過去的勇者李翁 我們要與戰士帕魯凱斯交談 他會給你勇者李翁的滅神劍的破片 把他當作護身符吧 對話完後就會拿到刀刃的碎片 我們在尚趣名家 會看到叫做雷波雷翁的歷史學家 他不是給我們野草莓的雷波爾森 因為我們在過去 對話中有提到已經有人打敗 已被流失 從今以後就能安心入睡 但是帝都現在還是一片戰亂 羅連斯居然能當上帝國的宰相 只要他沒死 我們便不能安心 還有病人要多多休息 我們在過去的時空 在他們眼裡是個病人 再來到地下室 大家已經走了 我們與石牌對話 就可以回到原本時空 接著走出村莊 前往沙蓮納54.162坐標 會看到鼓動的石盤 並調查他 會來到詛咒的迷宮 繼續往前走 就會來到迷宮入口一樓 從這裡開始就會遇到魔物 一到十樓會碰上地獄獻犬 大地翼龍 走到十樓後 就會來到第一個難關 這層樓 封印 訓獸 飼養師 專職技能到達8 就可以跳過王 隊伍裡我們沒有這些職業 準備好就上場吧 納帕血量約6000 會召喚大地翼龍 地獄獻犬會召喚獻犬 打法直接清光就好 打贏後和納帕對話 會稱讚你的勇敢 就會拿到聖兆之一 隊伍討論後 決定回補 消耗的魔力沒有吃到料理 我們直接回城補滿後再過來 打開物品欄 使用聖兆一 就會來到十一樓 這層樓開始 遇到的魔物是 血型之刃 羅薩 血刃會使用攻擊吸收 反彈 無效 而羅薩會使用強力 和超強火焰魔法 建議先打羅薩 預防被魔法燒 來到20樓 就會到達第二難關 這層樓 魔法師專職技能到達8 就可以跳過 德爾曼血量約7000 打法建議直接全清 我們隊伍裡的法師 有努力練技 直接跳過這層樓 來到地下21樓 因為沒有打王 就不會給予捲軸喔 這層樓遇到的魔物是蜥蜜 鬥士和獵豹蜥蜜蜜蜜 獵豹蜜蜜蜜蜜 會使用魔法吸收 反彈 無效 使用法術系攻擊石 要留意 建議可以先殺他 來到30樓 就會到達第三個難關 這層樓 劍士 戰斧 攻守 格鬥 忍者 戰鬥技能到達8 就可以跳過 設備塔 血量約7000 打法建議全清 我們的目標是雙王 決定直接跳過 但聖兆3 很多人會來這邊練技 賺錢 想要留下捲軸的朋友 可以打一波 等打完聖士再回補 這層樓開始 遇到的魔物是 迷你石像怪 寶貝炸彈 迷你石像怪 會使用強力超強補血 寶貝炸彈 會使用強力恢復魔法 這層樓魔物都沒什麼威脅 可以輕鬆通過 來到40樓 就會到達第4個難關 這層樓條件 傳教 巫師 專業技能到達8 就可以跳過打王 不過這是最後一個 會給予捲軸的王 建議打完回城 補血再過來 準備好 就上場吧 牙爾法血量約6000 攻擊傷害不會很高 打法建議全部清光 很輕鬆就能打贏 打贏後 記得和牙爾法交談 就會拿到聖兆之士 做為最後一次的回補 接著來到41樓 會非常黑 覺得看不到樓梯或是路線的朋友 可以調整螢幕亮度 這層樓會碰到的魔物是 幽靈 熊暴仙人掌 幽靈會使用強力昏睡魔法 而熊暴仙人掌 則會使用強力遺忘魔法 來到50樓 就會到達第5個難關 這層樓是技能條件 咒術或是抗狀態 還有攻擊和魔法吸收 反彈 無效類 到達8 就可以跳過 隊伍中沒有對應的技能條件 只好開打 準備好就上場吧 瑪迪亞血量約8000 會使用6種狀態魔法 打法直接全清 儘快給王輸出 我比較擔心這種混亂魔法 導致隊員失殺 打贏後繼續前往最後10樓 這層樓遇到的魔物是聖1到聖5遇到的怪 建議先清羅薩 因為會施放魔法 還要留意血刃和獵豹吸收 施放的無數 摩黑走到頂樓 來到第6個難關 會看到封印石 攻守換上近戰武器 直接放出學會戰力襲星的寵物 準備好就上場吧 凱法和帕布提斯瑪血量約10000 我們能合擊凱法 寵物直接戰力帕布提斯瑪 兩邊同時進行 先打死凱法 帕布提斯瑪會施放超強即死魔法 假如先打死帕布提斯瑪 凱法會施放魔法封印 使用魔法封印 傳教法師 就無法施放技能 我們的目標是先打死凱法 被即死魔法倒下的隊友 就使用氣絕回復來救人 凱法的傷害蠻高的 建議先解決 帕布提斯瑪會使用4種超強魔法 非常煩 盡快把他魔力吸到各位數 就不會施放魔法了 沒有魔力後 這樣子隊伍就穩定下來 只要血不要低於一半 不會被凱法打死 就安全了 剩下帕布提斯瑪 就會開始施放超強即死魔法 接下來變成命運遊戲了 剛夾完馬上就有人中夾 有學氣絕回復的隊友 盡快把人拉起來 當人越來越少 施放即死魔法越不妙 說不定一次倒下4個人 這場就結束了 打贏了 討伐勝利後 和神官被米巫師交談 會說怎麼有這種事 不小心說溜嘴他們的計畫 趕快改口說 感謝開啟者 你打倒了被詛咒的 呃那個 魔族 相信你是有機會轟動整個法蘭城的 順便告訴你 你可以和你的公會會長 可以提升更高的階級喔 對話完後 就會被傳送到沙蓮娜 當民生到達歡喜的詞語 並花費2萬 就可以提升階級囉 神官們 究竟在背後中 暗藏著什麼計畫呢 為什麼開發 會說出可恨的禮被流失呢 那這次影片中 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掰掰 你訂閱了嗎 還沒訂閱 這邊給你訂閱喔 我們下次見 喜歡在各一趟 materials 喜歡看電話 她們的人 貼看電話 içer宜 別人 沒有禮貼 你是其是 是 你 跟你 合